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说话了 视频都有 照片也有 习近平明确说战中是非法的 这个人家确实说了 然后到网上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 我注意到非常有趣的现象 习近平确实是在记者会上 在与奥巴马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提到了 直接表白说战中是非法的 可是这条说法 这条消息 截止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只被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录用 其他西方大的媒体 包括BBC都没提这个消息 这个挺诡异的一件事情了 习近平这么长时间没提战中 而就在传说中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 要强行清除掉战中所有人员的用七千警力 港府要强行清除掉所有战中人员 而他的背景呢 是在高等法院的说战中是违法的 这样一个禁止条例的背景之下 执行法律的背景之下出现 同时间在这个广州珠江边上 又出了一只蛤蟆 这个蛤蟆据说是卡通片里的 实际上没看过 有人说那只蛤蟆在卡通片里挺好的 不知道 但出了只蛤蟆 那这期节目咱就跟大家解释解释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国之音是如何报道习近平谈战中问题的 奥巴马谈普世价值 习近平称战中非法 那两个人在这个中南海的营台吃了一顿饭 据说吃了四个小时 大家要评啊 营台这是在中南海里面有说法的 除此之外 在APEC会议上呢 习近平宴请二十一国首脑的时候 用了一套餐具 这套餐具呢 也被很多媒体有着嘲讽之意 因为那个餐具让人看起来呢 有着皇家的风法 而嘲讽之意在于呢 说你习近平反腐 结果你在招待老外的时候呢 你竟然用了皇家的风法 同时间 时代杂志的亚洲版呢 在IPAC开幕之前呢 那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把习近平称为皇帝 叫习皇帝 大家对等起来 你就能感觉到 这其中的风范在哪 也就是说 我说的意思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们会认为 在APEC会议当中 习近平出尽了风头 可是呢 这种出尽的风头 里面暗含着一个东西 就是习近平集权的概念 和唯我独尊的概念 显露出来 这在真正的 如果换个角度讲 这在今天是佛魔之争的背景之下呢 如果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妄自尊大 真的把自己当回事的时候 人会容易被魔利用的 美国之音在报道这篇文章里 说了时间蛮长的 他说 美国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努力 说服中方举行一场 继续回答记者提问的记者会 所以从2012年习近平出来之后 上台之后 到现在没有进行过公开的 面对面的记者会 这是第一次 那在这个记者会上呢 奥巴马首先谈到了关注人权 以及谈到了人权的价值观 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 他奥巴马也讲 向习近平描述了 为什么人权这个问题这么重要 所有人 无论男女 纽约人 巴黎 香港 都享有人权 历史已经证明 所有人享有这样的权利 才能有着更加的繁荣成功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APEC会议上 习近平提到 从中国梦提到亚洲梦 所以他就讲 那奥巴马其实针对性很强的提到了 你谈做梦 我就跟你说 没有人权就没有梦 那非常直接了当了 谈到战中 那奥巴马直接否认了 一直被中共媒体指责的 说美国参与了这个战中的背后的 这种外国势力的概念 他说香港的问题的确是在我们会谈中 我向习主席说了 美国不会参与这件事情中去 因为这些问题终究是由香港人和中国人来决定的 不过 奥巴马重申了美国对言论自由和香港人要求选举透明和公众的支持 他说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 我们支持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 鼓励在香港举行透明的公正的并且反映出香港人民意愿的这种概念 谈战中问题是在唯一的一个中国的媒体的记者提出问题之后 习近平在回答那个问题的过程当中突然主动谈到了战中问题 他是这么说的 习近平说战中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 我们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处置 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 保护香港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外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 我们还要保护外国公民和企业商业 依法维持香港的治安 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各地都是应有之意的 那这就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谈到战中 那他谈到的战中是非法的 对吧 而战中的非法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在香港的高东法院呢 有了一连串的讲战中是非法的概念 那香港政府呢也在强调 一直在媒体宣传在强调这一点 而这一番说法在我看来习近平有危险 在我看来习近平有危险 我跟大家讲过 香港事件是直接针对习近平来的 而按照迷信的说法 香港的古庙前的左旗杆 在香港出世之前从根上折了 而左旗杆为青龙 对不对 左为青龙又为白虎 江泽民属虎的 江泽民属虎的 所以在香港事情上 习近平最好什么都不表态才对 当他表态的时候 无论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表态的时候 都会给他带来麻烦 在我的眼睛里都会带来麻烦 当然这是我们走一步算一步了 所以这是习近平在表态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基本原本的内容 但同时间呢 就在他表态的前一天 在珠江边上出了只蛤蟆 新发生的秘密华 新发生234.5分纫各自然的 新发生334.5分纫多 Jeżeli京人 您 расп the perfect human 新发生335.6分纫各自然 android 我们随处可以见到这个报道了 巨型冲气蛤蟆惊陷广州 市民说太丑了 这就是在习近平讲那一番话之前 在广州出现的话 在珠江边 有人说这是卡通片 大家再想一想 在这个预言谈 八一湖出现的蛤蟆 前后是对应的 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 如果从这个左青龙的角度来讲 那习近平是数小时的 在香港的事情 他就是冲着他来的 而我们也知道 唯一能够化解的 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香港政府前海服大厦 在中共建政65年 10月1号那一天挂国旗的时候 他把国旗给挂到了 这就证明中共体制本身的崩溃 而就在过后一两天 香港的警察的发言人 女发言人出来兼记者时 竟然带了17年前 殖民地时期的港英政府时的会章 而一个警署的高级的发言人 他可以把这样的东西放了17年 而在那天晚上个人失误他带上 啥意思 抛弃中共 抛弃中共的体制 习近平才能化解今天 在香港的难 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借口 他随便张口的时候 他都会被人家拴上套 这是我眼中的魔鬼 我们通常说共产党是魔鬼的时候 很多人把他当成形容词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他就是活生生的动物 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这是我说呢 我不认为呢 这是件好事 我认为这是件麻烦事 可是在过程中 大家要明白 真的是佛魔之争的话 也绝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 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人在现实中 人在极端的有形的物质化的过程中 会膨胀自己 当人膨胀自己的时候 自己就会被魔利用 想一想 每一个人都如此的 而有关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的法令 法令本身 说占中华占领中环 占领旺角是违法的 本身却受到了香港法律界的知名人士 和大法官们的质疑 法广的报道最新的 终审法庭的法官质疑高等法院颁布 旺角禁止令并感到很迷惑 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列显伦12号表示 他对高等法院法官颁布的 旺角禁令感到很迷惑 香港大学法律系的教授 陈文明也认为 香港政府据称将出动7000警力 如此庞大的警力去配合执行 两个私人申请的禁止令 法院也需要有所解释的 那据说高等法院呢 也不许呢 对方呢 去向上申诉 那不向上申诉就达不到 这个中级法庭的这个概念 提出质疑的不仅仅他是他一个人 美国之音最新的报道说 香港法律界质疑高等法院 旺角禁令令人乏理混乱 那这个本身也很长了 那我就大家要明白 这是高等法院的其中一个法官 自己做了两件事情 而他做的事情 遭到了香港终极法院的 法官的质疑 遭到了香港整个法律界的质疑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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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